他本来提供的功能是只有网页 后来又增加一个所谓的CSV 这个CSV就非常好 因为网路上其实还蛮提供还蛮多的CSV的 开放资料 也就是你将来如果说你要开放资料 给别人去抓取资料的话 其实相当简单 也就像台北市政府或者是中央政府 他提供一堆的开放资料 提供给你一些RAWDATA RAWDATA它大部分存档格式很多是CSV 或者叫什么JSON JSON 或者是什么XML 像这种格式的档案 最常见的就是CSV 如果你要产生的话 也可以透过什么 这边来做 也就是说你这边可以把它改成CSV 其实你会发现好像好像没什么变 不过后来看一下 他这个网址其实有一个地方不太一样 你会发现吧 最后这个等于什么 等于CSV 他原来好像等于True 所以 这个好像可以抓到一个 那你想说如果等于CSV 跟没有等于CSV 有哪些差别 这边注意哦 如果你这个CSV 假设说你今天把那个CSV直接贴上 按Enter的话 他会变成说什么呢 他会把这一个CSV档直接就下载下来 那也就是说你未来如果要抓取他的话 如果要用Excel来抓取他的话 特别注意哦 你们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你要抓的话 其实呢 可以哦 像我刚刚把录制聚集 然后这边也许说更新资料 假设我这边改一个名称叫做更新资料 但是更新资料我用CSV 可以加一个CSV 按确定 好 那录制的方式特别注意哦 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一 资料我们刚刚从未 对不对 不过呢 特别注意哦 CSV的话 请你改下面这个 从文字档 诶 这边有CSV有没有 其实呢 CSV就是有斗点的文字档 只是他副档名是点CSV 二的话呢 档案名称 当然他可以从你电脑里面抓 也可以从网路上抓 所以呢 关键的地方来了 就是从文字档之后的话 请你把刚刚那个档 那个URL路径 贴到这里就OK了 那也就是说呢 他会直接去网路上抓那个档案 也就是那个档案是从网路上捞下来的哦 OK 所以这边有没有支援HDD有 OK 所以把它贴上 就这一串 等于CSV 但是前面一定是HTTPs 或HTTP 然后你把它按开启 这个时候他会到网路上去找这个档 开启 开启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呢 我们出现了 你会发现这个就资料剖析了 因为他是斗点嘛 所以这边的话按下一步 而且他更厉害是说 他会自动帮你找到对的就是编码方式 不会乱码 因为Google提供的是那个Unicode 所以是UTU 然后按下一步 哎呦 这边要打勾 资料有标题 OK 现在这个可能不要漏掉 下一步 然后斗点隔开 斗点隔开 然后按下一步 那这边就不用改了 直接按完成就可以了 其他的话就用预设的 好 放哪里 放A1 然后按确定 好 下载 OK了 甚至比刚刚网页更方便 还不用什么 三列 三栏 还要再自动调栏宽 直接一次就到位了 OK 而且速度应该会更快 好 我们录完之后的话 最后记得把它停止录制 那我们再弄一下 所以其实 这个改完之后 我看一下 更新资料 所以录完之后的话 就在这边 这一段吧 我上面好像本来就有一段 我这一段先把它滴掉 好 然后一样我就是把前面再加一个 先删掉旧的资料 把前面这边也许一 删掉旧资料 然后二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刚刚他录的 Wiz 而且他也是用Credit Table 所以Credit Table不是只能用在网页 也可以用在什么 用在那个档案的抓取 那记得你们刚刚一样 这一行 Command Type 等于0 这个要把它删掉 或者你可以加个单以后 不然好像你们刚刚录的 应该这一行会挂掉 OK 其他看你要不要去动它 如果不动它的话 其实这样就OK了 所以我们再RUN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录完了 然后按F8 Clear 然后再抓资料 然后CSV 这个等等等等 最后就是主要是那一行 就是那个什么 Refresh Refresh一下 OK 速度好像会快 快个几秒钟吧 所以网页跟CSV 好像似乎比较推荐是用CSV OK 好 好